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告称SCP-6161-1个体内部的蛋糕具有各种不同的味道 附入6161-01测试记录 测试编号01测试物体钢条 结果SCP-6161轻松地切开长条 D1-221被指示吃一部分的SCP-6161-1 结果其味道据报告称为泥土和金属味 测试编号05测试物体汽车轮胎 结果SCP-6161轻易地切开轮胎 D1-221被指示吃一部分的SCP-6161-1 据报告称其结果的味道是油色的带有橡胶感 测试编号11测试物体 Dr. Greeny的笔记型电脑 结果SCP-6161轻易地切开了笔记型电脑 D1-221被指示吃一部分产生的SCP-6161-1个体 据报告其最终的味道精品尝为 类似带有一些松脆的碎片的塑胶 测试编号17测试物体Dr. Greeny的生日蛋糕 结果SCP-6161轻松切开蛋糕 D1-221被指示吃一块SCP-6161-1 D1-221在看到那块SCP-6161-1后表示拒绝 它已经转化为沙力和石块 会收集到味道测试结果 测试编号5 测试物体5 结果 Dr. Greeny为下一次测试试图搬运SCP-6161 意外被其刃部划破手指 在寻求急救时 被发现SCP-6161并未伤害Dr. Greeny 但他异常性质仍对他产生影响 Dr. Greeny被立即列为一个SCP-6161-1个体 脊骨味道据报告称 对于品尝来说几乎如同猪肉 关于SCP-6161的进一步测试受限 以上就是SCP-6161 简单说SCP-6161是一把蛋糕刀 能切开任何物体 被切开的东西外观会保持一样 但里面会变成蛋糕 被切开的物体如果是蛋糕 则反而会变成沙力和石块等无法使用的物体 这个SCP看起来蛮普通的 不过不小心被划伤就整个人变成蛋糕 还可以正常活动 还是有点惊悚 这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